唇炎發生要怎麼辦呢? 可以使用像 成分比較單純的治療你的肝裂 但是我也常遇到病患跟我說 他連擦都不舒服 那這時候怎麼辦?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侯怡君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嘴唇 可以想想我們嘴唇可以做什麼事情 嘴唇可以說話、唱歌、吃東西、做表情 呼吸甚至親吻 如果一旦接受一些刺激 他可能就會紅腫脫皮 造成唇炎、唇部發炎 那要怎麼解決呢? 今天來跟大家好好說明 唇部保養 基本上他的症狀就會看到 嘴唇會容易有紅腫 然後或是有脫皮 或是甚至乾裂的情況 這個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是一些感染 像病毒造成的唇泡疹 細菌的農家疹 或是黴菌的念珠菌感染 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異位性皮膚炎 那你的嘴唇就會比較容易乾裂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 接觸性皮膚炎 因為我們嘴唇每天都要面對很多東西的接觸 可能會造成 刺激性的接觸性皮膚炎 或是過敏性的接觸性皮膚炎 比如說像 唇膏、唇蜜、口紅 還有漱口水、牙膏 還有一些食物 還有甚至包括像金屬產品 因為有人對涅會過敏 再來第四個就是環境 包括像紫外光的照射 還有寒冷乾燥的空氣 有的人整天都坐在室內 就是吹冷氣 如果沒有注意濕度的話 也很容易會乾裂 第五個藥物最常見就是 口肥酸 常要吃的時候會容易 會有唇部乾裂的問題 還有像營養素的缺乏 比如說缺乏B群、鐵跟心 也容易造成唇炎 還有包括不好的習慣 比如說有的人都很習慣的 就是用衛生紙一直反覆的摩擦嘴唇 習慣甜嘴唇、去撕嘴皮 再來就是吃的食物都是一些重口味的 比如說辛香料很多辣的啦 一些高鹽分啦 油炸的啦 甚至有人抽煙的習慣 這些都不好 最後就是口腔的衛生部加 還有就是一些老人家有缺牙 或是帶假牙、密合度不夠的 那這些有可能會導致唇炎的發生 唇炎發生要怎麼辦呢 第一步會建議來尋求醫師的意見 我會找出可能的原因 並且給予適當的治療 那我通常會建議我的病患 就先停止使用任何嘴唇上面的產品 可以使用像 凡士林成分比較單純的治療你的肝裂 但是我也常遇到病患跟我說 他連擦凡士林都不舒服 那這時候怎麼辦 的確凡士林在很少部分的人 也有可能會出現過敏 甚至是平常擦沒事 但是當嘴唇或是皮膚有傷口的時候 擦凡士林就造成過敏 那這時候乾脆就什麼都不用 我們就是直接用口服藥物 這也是一個方式 當然會建議就是 先改掉剛剛提到的那些 可能造成唇炎的原因 比如說你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或是其實也可以多補充一些 新鮮蔬果或是B裙、鐵跟鑫 或是再注一下環境的濕度 有需要的話就是用一些加濕器 所以唇也是需要做好清潔保濕跟防曬 保濕的部分的話 多喝水是基本的 有時候多喝水 它可能唇部還是沒有辦法 達到一個很滋潤的狀態 這時候就是需要借助 使用一些護唇膏的產品 唇部的防曬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長時間曝曬陽光 唇部忘記做防曬 也是會有一些像日光性角化 日光性唇眼的情形 護唇膏要怎麼選擇呢? 如果你的唇部是很健康的 覺得你就是挑選你自己喜歡的產品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容易過敏 很敏感的肌膚的話 那你可能要真的很認真地去看一下 你如果要使用這些唇部產品的時候 它裡面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比較容易會造成過敏的成分 是包括像一些人工的香精 調味劑或是色素 所以你在挑選的時候就盡量就是選擇 無色無味沒有額外的添加 這樣比較好 還有人是對裡面的防曬成分 雖然說我們剛剛提到唇部是必須要有防曬比較好 但是有些化學性防曬的成分 也有可能會過敏 這樣的話會建議你使用物理性防曬 比如說氧化氫或二氧化鈦這類的成分 再來有些植物性萃取的東西 也可能會造成過敏 比如說像一些髒腦或是薄荷等等 基本上護唇膏的使用 如果你沒有對它有一些不舒服的話 只要覺得乾裂的情形 你就是隨時都可以做補擦 不建議去角質 因為唇部它的紅唇頸 它基本上是幾乎沒有所謂的角質層 那這個部位其實也很少 漢線或是皮脂線 所以它相對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 不建議去做額外這個去角質的動作 嘴桌的老壞啊 皮膚鬆弛啊 有時候在動作的時候會出現那個嘴桌的陽火薄紋 那這些動態的紋路其實可以用適度的一些肉肚去發鬆 但是如果是一些靜態的紋路 或是想要改變唇型 這部分也可以考慮注射玻尿酸 那玻尿酸它可以讓你的唇更立體 然後唇膜也會減少 整個唇的風潤度也會比較夠 而且有時候看起來顏色會比較紅潤一些 那如果你是屬於不想要就是在臉上打東西啊 那也可以考慮另外一個唇部的保養 就是海菲秀的唇舟Perg的療程 它就是一個特殊的滾珠設計 搭配它的精華液 在做滾珠幫全部按摩的同時 會增加我們的血流量 會讓唇色看起來更紅潤 那也會增加我們這些精華液的吸收 也可以有一個嘟嘟唇的效果 那當然它維持的時間就像玻尿酸 可以撐個半年一年以上 它有可能是要定期每個月回來做這個保養的療程 大紫燒在頭 越推越近你知道嗎 就是想說我要看清楚一下 醫美是吧 我要先講一段那個 好笑 沒有啦 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囉